我是史塔克 我建造新的东西 我有一个很好的女孩 我偶尔会救世界 俨然就是人生是立足 钢铁人东尼·史塔克 资产多达124亿美金 原本稳坐英雄界第一富豪 但在今年被超越了 黑豹虽然是漫威新生 不过身为瓦干达王子的他 身价高达90.7兆美金 会这么有钱就是因为瓦干达 有1万吨稀有金属泛合金 包括美国队长的盾牌 还有钢铁人的英雄装 都是用泛合金打造 一公克卖他1万美金 让黑豹赚翻了 不过回到现实生活 不好意思 将还是老的辣 有些角色是比较晚进来 通常他的身价或是人气 就会不差 最受欢迎的是钢铁人 因为他的装备就超级酷 钢铁人出刀10年 已经有55个公仔版本 授封最卖英雄 第二名则是美国队长 再来是DC的蝙蝠侠 而且这些公仔 不只能入手当收藏 还有人专门卖来投资 他有变度版 那数量限定还蛮少 那那个可能就会有 比较高的收藏的价值 平均来说 麦麦威公仔大概能再赚4 5千 DC则是差不多打平 至于星战系列 玩家多以自己收藏为主 不过碰上转卖限量限定版 就算开价比原价多2个0 也会有人乖乖掏钱 风鸣一时的精灵宝可梦 同样靠推稀有神兽 吸引玩家回流 不止游戏APP如此 这连公仔也是这样卖 只是都说限量是残酷的 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公仔 收藏家也未必会为钱 轻易割爱 记得同家有李全台报导 好 好 好